来自三岳古近的原住民男宝宝Fedric 才出生四天就发现心脏大动脉转位 即使他的两条主要血管交换了位置 必须紧急接受心脏动脉手术才能活下去 这项成为动脉开关的手术 是将两个主要的大动脉放置到对的心脏蹦腔中 若血管位置不对 以致不能进行正常操作 宝宝就无法生存 由于这项重大的手术 需要先进的仪器设备和医疗技术 爸爸妈妈花尽所有的储蓄 才能买到一张机票 让妈妈带着宝宝来到吉隆坡的医院 希望能够拯救自己的孩子 但高昂的心脏动脉手术费用 对他们一家来说 根本是天文数字 他们一家五口的生活 全靠从事肢械激工的爸爸来维持 他的工资微薄 但靠他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已经非常吃力 更是没能力应付 安宝宝的手术费 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 只能向我们求助 希望靠着大众的力量 整住宝宝的生命 我代表了 根本是天文 天文 就是我的照片 我的妻子 芳蒜 自己的宝宝 他的寻宝 她靠三星期 所以 她的手术 现在我非常辛苦 我没有钱 见尽我 因为情况紧急 我们希望能够结合大家的力量 一起拯救宝宝的生命 希望看到这个求助视频的你 可以伸出援手 帮助他们筹集足够的手术费用 也协助把这个求助信息转发出去 让更多的善行人士 知道他们的情况 一起来帮助他们 谢谢 感谢观看